我的诉求就是说 他把它经济方面嘛 透明 公开 再一个就是 不要普通浪费 因为我不透明 我那里都有事实的 我给他放在 放在差不多39号都放完了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这对你来说会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感觉我也不好说 之前的时候他没有讲透明 他一直都是说 只要你把这个账房 就可以了 因为他没有经过我的统议 他去投资 投资了20万 现在亏掉了 就是说摆了一点 现在情犯完了 现在他就是说 想把这个经济大情 他搞过来 他来掌管 在谢女士看来 丈夫诉求里 所谓的财产公开透明 只是一层幌子 实际上背地里 早就案子做好了 从他这夺权的打算 而说起 这经济大权的转移 在他们家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结婚 我们都是二位吗 结婚是二年来 以前都是我 我们不是开人所的吗 明年就是三十年 三十年了 从这几年又是药店来人所 就是这样 后面又高了两家 高了两家 就是三家 一个中间管理 一个药店 一个公司 生意是越做越大 彭先生管理起来 也就渐渐开始力不从心 这个时候 比丈夫年轻十二岁的谢女士 主动站了出来 提出帮助丈夫 全权经营管理药店的生意 别看她年纪小 这个女人所展现出的经济才能 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你能给家里大家的经济收入 大概是多少 大概最多收益 就是大概是十七万的左右 好 那彭先生 大概一年收入 大概有多少 他的收益 他那比最多就是四万块钱 如果我不管的话 在这张不服业的也好 我们的家里不服业的也好 在谢女士的管理下 药店生意赚了个盆满钵满 家庭经济也是蒸蒸日上 可是作为受益者的彭先生 却是半点也高兴不起来 他告诉我们 就在经济大选转移之后 他发现了妻子一个致命的缺点 管了以后 反正就一直 他想怎么办 他就不跟我说 以前有个儿子 2016年帮他买房 房贷是不是借我们的执照 叫我们担保 最后我们上银行去的时候 那个大选经理他就说了 就是说叫我亲自 他说合同都没看 我说都不知道 我今天来他就叫我亲自照相 其他我一概不知 这个整个事情他都没有跟你伤 没有没有没有 也没有告诉你 没有告诉我 只是让你去签个字 等于就是说 把我当空气一样 没有把我放在心里 亲自以后心里不舒服了 反正我就 我就是说 说一种形式而已 不是不要你 他只要就是好像是走下形式 他在那就是骂了我 就是说骂了我狗子流血 他也口口声地说 就是走下形式一样 好像很轻松的 都是的 他就这个意思 因为还不到18岁到 一个月伤心 伤心零顶 每个月放贷 如果说他放不起呢 我跟他担保 如果说我明年啊 以后我买房买车 有没有影响 我生气 他其他的 其他的事 根本也没说 你说这个事情 跟你要求的 他的经济公开透明 有什么关系 有啊 首付完了以后 是不是要装修啊 装修完了买家具啊 我们不是做生意吗 他那个手机上面 经常打地方过来 家具放到哪里 只不知我能听到 他一个小孩16岁 每个月还房贷 放那么多 能够装修吗 肯定那个钱 从我们这里来 我就问他 他一直 他说没有 没有 没有 就逼他 逼他 他说发了一万多 还是两万多 买家具 借了一万 还是多少 给他弟弟 就逼他 没办法 诚言了 我私用了一万多 我诚言 我跟他讲过 买家具的时候 只是我给人家 订了一点 就是说在我们那里 也是挺便宜的 那个家具 他也看到了 只是我们 我们已经跟他讲 但是这里面 谢谢女士 我们有没有想到 这个是你们家庭 里面的一个财产 你这样擅自的 去做了这个决定 可能会影响到 你和彭先生的关系 所以他今天才会提出来 在经济上面 他不放心你管 明白 他这两年三年以来 根本就没有存 也没有 没有放 叫我手机 有了信息来 因为这三年 因为这三年我给他 放了39万块钱债 那个速度一直到那里 因为我这三年 我就不敢放债了 谢女士的态度很明显 一万元的家具 和三十万的债务 比起来孰重孰轻 任何人都应该心知肚明 可是对于彭先生而言 他感受到的 只有三个字 不尊重 男人有情就更快 女人有情 好像就是狂那个意思 好像不把硬盒 放在银里那个意思 彭先生还进一步告诉我们 在帮助前夫孩子的时候 妻子是把他当成空气 而在对待他们自己的孩子时 谢女士更是可以不管